我们一起进到今天的信息 今天的信息是什么是恩典 感谢主 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们 基督徒很熟悉的主题 我们这个系列一直在讲 什么是什么是 我们就是希望说 回到那个最基础的事情 那我为什么有这个启发呢 那原因是我在开始运动之后 我发现说 其实运动所着重的不是记录 就是说我曾经有那个高光时刻 那是运动员在做的事情 然后如果你是专业运动员的话 他们追求是高光时刻 我们这类的人 我们一般运动爱好者 我们追求是什么 我们最后是稳健 而且扎实的运动生活 那我去那个健身房之后呢 我发现 为什么我每次坐着健身房的那个运动 那个Chris牧师会给我们菜单 大同小异啊 我自己都可以写菜单啊 今天就做这个就这个 然后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然后我在做的时候 你知道运动既无聊 又无聊 真的无聊 然后我就发现说 这么无聊 但是有用耶 就是它很简单 又无聊 我在做运动的时候 我就被上帝提醒 我们会不会忘记一些 很基础的事情 我们喜欢听一些高言大志 我们喜欢听一些奥秘 让我们耳朵发扬 我们就是 还有谁的解经更细致 还有谁的神学更新颖 还有谁的这个 这个启示更加高深莫测 我们喜欢追那种东西 但是我被提醒 我们要回到信仰的根本 所以我们就一系列在讲什么 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对这些事情已经忽略了 恩典是什么呢 我们对恩典的一个误解呢 通常有几个 当然很多个 我们挑出几个 恩典是允许放纵罪恶的借口 有人觉得恩典就是 反正上帝有恩典嘛 反正我犯罪后就 主要饶恕我 再犯罪 主要饶恕我 有人用这种的想法去理解恩典 有人认为恩典是可以赚取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透过他的行为 让神给他更多的祝福 这是律法主义 有人是说恩典 只有跟救恩有关 所以他们认为恩典 就发生在我相信神的那一刻 后面全部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这也是个律法主义 有人认为恩典意味着没有任何的后果 那我们有一些 比较强调恩典的教会 他们就会说 你不用悔改了 反正你一次悔改之后 上帝都全然接纳了 都没有问题了 一定没有后果 持有这种观念的人 通常都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 如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 就不需要写启示录 如果信了 就会到神的同在 无论你讲他是天堂 或者天国好了 那干嘛启示录 还要让那个老约翰去受苦 去拔摩岛那边开矿 然后才领受 为什么要呢 你知道启示录 最常提醒的是什么 你们要坚信 你们要持守 你们会遇见困难 然后你们要当什么 得胜者 如果有得胜者 就是什么 失败者 所以有人 就会失去信仰 失去神的同在 失去救恩 所以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其实是个蛮 蛮乌托邦的想象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你去看圣经都是这样子 一直提醒我们 你们要坚信 主耶稣也讲 就是有人会在 哀哭切死里面 上个主日 大彭牧师在讲地狱的部分 就是有 就是有 如果没有干嘛讲那个 你说那个是因为 他们古时候的想象 我不认为是这样 如果你是这么理解 地狱是他们古时候 古典时期的人的生活想象 那你整本身一烧掉就好了 你就挑你喜欢的就好了 挑两句 你圣经就两章就可以了 神爱是人 然后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就好了 可是圣经里面就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这个观念 而且主耶稣也强调着观念 所以我们认为 我自己对主耶稣讲的话非常的看重 如果耶稣说有就是有 所以我们对于恩典 过度强调恩典 说反正你做什么都没有后果 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事情 那圣经怎么说呢 我这个字太小 我给他转过来 圣经说什么呢 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一起来读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 这段经文马上就可以对应 那些觉得说只要在恩典中 就可以放纵情欲 放纵罪恶的人 圣经讲说我们怎么可能在恩典中 我们还活在罪的里面 我们这个在罪上死的人 应该活出神的荣耀 不可能一直在犯罪 在犯罪 在犯罪 所以这个事情 神的话也很清楚的教导我们 以佛书说二章八到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这边告诉我们说 你无法赚取恩典 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我们这个得救是上帝的恩典 当然它要配合什么 你的信心 你不信 你没办法得到这个礼物 恩典就是礼物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所以恩典是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你无法用行为去赚取恩典的 圣经写得很清楚的 有人认为说他只献救恩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 一起读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恩典是我们 一辈子需要的 不是只有一次的领取 祂是时时刻刻的在供应我们 神的恩典时时刻刻的在 怎么说 祂赐给我们的礼物 是时时刻刻我们可以去知识的 不是只有在救恩的那个 moment 加太书六章七到八节 我们来读神的话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这边有两个对比 从情欲收的 撒种会得到败坏 从圣灵撒种会得到永生 所以这边 神的话非常清楚的 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 恩典不是 让你放纵情欲的借口 它也不是你可以换取的 更不局限于一个救恩 一次次的事件 而是持续不断的 供应的 领受的 而且它会带出后果的 所以恩典是什么呢 旧约跟新约的恩典的观念 都是礼物 上帝给的礼物 所以它是一个不配得的礼物 这是我自己的诠释 恩典就是你不配得到的礼物 什么是不配得到礼物 如果你今天去工作的时候 你老板跟你讲说 那个国龙啊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 是我给你的恩典 你又怎么想 这个老板你脑子有问题 这是我赚来的 牢基法上面就是说 你要付我钱 这不是恩典 但是他如果说 那个国龙啊 你真的是很认真 我这边的那个老师来师啊 没有再开 给你啦 这个叫恩典 因为他不配得到那个车 你懂我意思吗 我当他不是不配的 他一定配的 我就是说我在做比喻 就是你本来不会拿到这个礼物 但是他就给你了 而且恩典是上对下的赐予 我们刚提到说 恩典是从神而来的 你今天不会跟老板讲 老板来 这是我给你的恩典 你老板会打你两把掌 你在讲什么 对不对 老板我为你工作 这是你的恩典 当然如果你是免费打工的话 那真的是恩典 这上对下 它是相对 不只是权柄 力量也是 或者是资源 上对下每个人不一样 不同的状态 有不同上对下 但是都是一个 比较强大的 比较多的 或者比较权柄的 给出去的 然后他不是靠自己赚取的 恩典是这样来的 所以当你有这个观念 你就知道说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 圣经讲的恩典是什么 我自己归纳一下 神的恩典包含了什么 我们先读一段经文 约翰福音 一章16到17节一起来读 从他丰满的恩典礼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 你知道摩西跟上帝 当时他要求上帝 让他看见他的荣光的时候 上帝让摩西看到他的背影而已 就是惊鸿一瞥 然后他就宣告自己是什么样的神 他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上帝 我们的神 自己说明自己 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上帝 在新约 我们的救主 这位道成肉身的 第二个位格神子 他也被说明他是恩典之主 而且恩典跟真理是从他而来的 换句话说 我们的神本身是恩典的上帝 他会给予恩典 他是乐于赐福 赐于祝福我们的 他把所有恩典跟真理 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那个盒子叫做基督 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 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时间 认识这位耶稣 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基督 因为所有的恩典 跟真理都在他的里面 这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借着基督 你就可以支取 所有上帝的恩典 而上帝的恩典 是什么样恩典呢 在我的归纳里面 第一个是生命的恩典 什么生命恩典呢 上帝的创造 这个宇宙万物 都是借着谁造的呀 借着基督造的 所有的创造是 借着基督造的 今天有一个普世的恩典 在我们当中 阳光空气水 至少你没有自己 生产阳光嘛 对不对 你也没有自己 生产水跟空气嘛 我们唯一能生产 就二氧化碳 还有屁而已 没有了 其实你越多去思想 其实我们可以产生的 大部分都是垃圾 我们很少能产出 美好的东西 很少 甚至我们要产出 那美好的东西的过程中 都会产出更多的垃圾 所以其实人 我有时候会觉得 人其实有点像一个病毒 存在地球上面 其实我们对这个地球 好像没有什么帮助 但是这不是完全正确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 是非常美好 然后你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个恩典 因为你也是 借着基督所创造的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 他要创造人 他们就说 因为他是富庶 他要借着他的形象 那个他 就是第二个位个神子 就是道成肉身的 耶稣复活的基督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 所创造的 所以在上帝的眼光里面 在赐恩典的神的角度来看 他已经给我们 宇宙万物的恩典 创造的恩典 阳光空气生存的恩典 你的生命存在 本身是一个恩典 你要先看到这一点 当然我们知道说 在创世纪第三章 我们人就堕落了 所以神又预备了 救赎的恩典 神预备了救赎的恩典 使我们怎么样 罪得洁净 我们就被拯救回来了 我们就得着了 一个新的位分 我们的身份就被恢复了 你现在有一个新的位分 你知道吗 你是神的孩子 这是非常非常 莫名其妙的恩典 你怎么会成为神的孩子 我不知道你的英雄是谁 或者你觉得 全世界你最想认识谁 或者你最羡慕谁 如果有一天他突然 那个你最羡慕的人说 我跟你成为家人 你会不会很兴奋 那就是一个 莫名其妙的恩典 我不知道你喜欢谁 也许有人喜欢刘德华 这边有人喜欢刘德华的 他突然说 我现在当你的哥哥 你会不会很开心 刘德华是我哥哥 你了解我意思吗 你突然跟非常非常荣耀人 变成有关系 那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 你是不可能 当然姐妹们可能不想 他当你的哥哥 我了解 我了解 但你的身份会不一样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 本来唯一的身份是罪人 但是神借着救赎的恩典 你知道我们没有人 可以用你的能力 得到上帝的赦免 按照圣经教导我们 律法是无法得到生命的 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 可以使我们得到恩典 而这个身份 使我们可以回到父的怀中 所以耶稣透过一个比喻 一个故事 就是大儿子小儿子的故事 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对不对 就是有一个父亲 有两个儿子 对不对 你听过对不对 很好 没有听过 那这儿童主义学老师 要检讨一下 好 就是有一个父亲 他很有钱 然后他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比较大的哥哥 跟一个比较小的弟弟 然后有一天 弟弟就跟爸爸说 爸 我要出去闯荡江湖 你可以把你的家产先分给我吗 我想问各位在这边 比较年轻的孩子 你敢跟你爸说 把你的家产分给我一半吗 你不敢对不对 你不敢对不对 会被揍对不对 我告诉你 如果这个在犹太人的系统 那个孩子不只会被揍 还可能会被石头砸死 因为这个太不孝顺了吧 爸爸还在 就在那边要钱的 这个在他们文化里面 是不合一的 其实在东方文化都不合一 东方非常注重家族 西方非常注重个人化 这是很大的差异 所以应该西方人会叫 自己爸爸的名字 对不对 比如说爸爸叫威廉 威廉 那是你爸好不好 所以我很难想象 有一天如果洛里长大说 木强 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 我跟你讲就是 我们是东方社会 东方社会就是家族为主的 你不要跟我说 这叫先进 这叫进步 进去是个头 那是人家 你知道西方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西方一直在打仗 有很多很多的历史的背景 变成这样的文化 那我们的东方的文化 也是几千难累积 我们要尊重这个事情 主耶稣很尊重 结果这个小儿子就跟他爸说 我要我的家产 我要去床上家 他爸爸有没有答应 答应了 就分家产给他 这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结果这个小儿子就跑去 比如说他就跑去台北 就每天夜夜声歌 然后交坏朋友 然后就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最后面呢 对他已经穷途潦倒 没有钱了怎么办 他就只能找工作啊 他就可能跑去养猪场 然后跟猪抢东西吃 因为实在是太潦倒了 你知道犹太人是不能碰猪的 因为那个是一个不洁净的生物 所以这个孩子已经穷途潦倒到 已经没有路了 之后他在跟猪真实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说 我为什么在这里啊 我爸家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仆人 而且有牛羊 而且他有很多很多产业 我要回去 可是他这次已经没有脸回去了 因为他把他爸爸的 原本爸爸给他给的这个家产 都已经败光了 了不起啊 他已经没有自信回去了 所以他在那个养猪场 他就开始想说 那我要去见我爸 圣经是说他跟他爸爸说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我不配当你的儿子 我当你的工人好不好 就是说我想回来 但是我实在是太丢脸了 而且我真的是把你 我实在是把你所有一切的 这个 这个 颜面都丢光了 我不配再当你儿子了 我就当你的庸人就好了 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悔改 对不对 跟爸爸认错 对不对 结果耶稣说这个故事 最美丽的地方是哪里 知道吗 他爸爸 圣经是这样写 那个老父亲远远看见 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 就跑上去拥抱他 你知道犹太人的老人家 是不能跑步的 因为第一个 不尊重 所以杀该你知道吗 杀该爬到树上 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权威的人 有权柄的人 在他们的社会里面 你要记得 我们是东方社会 东方社会 长辈都非常的要庄重 你懂得是吗 所以他们不会跑步的 跑步是年轻人的事情 他跑步 而且跑步有一个危险 你知道吗 他们是穿袍子 跑跑 所以他们跑步需要怎么跑 他要这样子跑 他才不会跌倒 这个不庄重 你知道吗 那这个老父亲 看见他儿子跑去 你就知道他 多么的期待 那个孩子回来 那是整个故事 最美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老父亲 我的想象是这样 他儿子离开家的那一天 他可能就一直坐在 那个高处 一直等候他的儿子回来 所以他儿子 他不知道等了几年 你要把一个家产 拜光也要一两年吧 如果你很会花钱的话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的家产 只有一百块 其实半天就可以 不用半天 去赚本就没有了 可是看起来 圣经故事里面 提到那个老父亲 非常的富有 所以他的家产 应该是多的 他可能在外面玩了 一两年 三年 五年 你可以想象 一个老父亲 一直在那边 等候他的儿子回来 等候等候 然后有一天 他远远的看到 因为他儿子是从这边走的 然后从那里 远远看到一个人 他的走路的样式 他马上辨认出来说 那是我小儿子 他就跑过去 亲他 拥抱他 小儿子准备要跟他讲 他的台词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 他跟他爸爸道歉 台词是什么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没有地 智人勇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我不配当你的儿子 从今以后 我当你的故宫 对不对 结果呢 故宫就是工人的意思 故来的工人 故宫 不是故宫 没有 要当故宫也不容易 你要很大一个 才可以当故宫 故宫里面有什么 厉害了 翡翠白菜 厉害了 厉害了 你们这些人 你们真的是 不再化下这些孩子们 很好 下次一起去看好不好 好 结果他还没讲完 他父亲就急急忙忙的 帮他换上了袍子 带上了戒指 他换袍子代表是 把他所有 在世上的那些 玷污啊 全部都拿掉 然后戴上戒指代表 恢复他的权柄 你是我的孩子 这是非常非常美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这就是恩典的展现 这位上帝是恩典的神 这个小儿子 讲的就是 逃离上帝的浪子 这个故事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儿子 大儿子 有没有 那个大儿子 那时候在哪里 在工作 他回家的时候 突然他们家 开始 他们家在开party What's going on 怎么开party了 爸爸又在许了吗 然后他就问他的仆人说 什么回事 他说 那个因为你弟弟回来了 你爸在宰鸡宰鸡 这样子对待我 到底怎么回事 你知道那个故事 是嘎人的儿子在那边 就停止了 那故事是停在 他没有解释 他爸说 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得 是死而又得 死里复活的一个弟弟 你不会为他高兴 你还在那边硬碎硬机 而且你每天跟我在一起 这个故事很有趣 这个故事其实 他的主角是谁 你知道吗 不是浪子 是爸爸 这个故事里面 最受伤的是那个爸爸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 有两个离开他的儿子 一个身体离开他 然后玩到烂掉的浪子 一个留在他旁边 但是心不与他同频的大儿子 我觉得这故事是这样子 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 就是大儿子 其实我们就是觉得 反正我们就是中规中矩 但是我想问各位 你真的有跟你的天父 同样的心吗 你知道如果你是哥哥的话 你弟弟失踪了 不知道跑哪里去 你爸一定很难过 可是这大儿子完全没有想到他弟弟 他想到的是自己 这两个人其实一样的自私 一个是世俗化的自私 追求快乐放纵的自私 一个是宗教化的自私 他用宗教 他用一个行为道德 好像是很爱他父亲 可是他根本不爱他父亲 这个故事在彰显什么事情 上帝是恩典的神 神都知道 神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 也是在那边装模作样 我们根本没有很爱上帝 如果我们很爱上帝 我们应该会跟天父同节奏 我们会看到这群孩子需要被引导 我们会帮助他们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有需要 我们会陪伴他们 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浪子还在外面 我们会一直为他们祷告 甚至我们可能会像耶稣一样 放下九十九只羊 到外面找那只羊 但是我们通常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没有那么爱上帝 这个故事很重要 因为这个故事展现的恩典是什么 恩典是我们的神恢复的那个浪子 祂的位分得到权柄 我们的神很有恩典 让一个大儿子在祂家里面 过得平平安安 我们的神是充满恩典 你知道这个故事很美 原本没有路的那位浪子 终于找到回家的路 与祂的父亲快快乐乐 欢欢喜喜一起吃喝 没有玩乐 祂已经玩烂了 所以上帝的恩典不只是生命的恩典 创造万物 使我们有生存的这些条件 而且使我们来到这个世上 你知道你出现在这个世上 是多么的恩典吗 多么多么的恩典吗 你知道你很恩典吗 你会出现在世界上 我真的认为生命没有这么容易 每一个小朋友 为什么喜欢孩子 因为生孩子不那么简单的 真的啦 我跟师母试过各式各样的 不那么容易的 你知道吗 你们都很棒 都是上帝 让你们可以出现在世界里 你们就是一个上帝的生命的恩典 然后我们这群罪人还有一个很大恩典 救赎的神 一直在拯救我们 这个拯救是没有停止的 第三个恩典是什么 是成圣的恩典 就是这个恩典的神 祂不只是给你出现在这个世界 不只是拯救你脱离罪恶 在你回到真正的附加的过程中 祂都不断的在供应我们 祂在使我们越来越加成熟 所以保罗说 他常常会夸自己的软弱 他甚至觉得说 遇见很多的苦难 都是上帝给他的一些的祝福 这很奇怪的 基督徒有一种很奇怪的观念 因为我们知道 这都是这位掌权的上帝 祂的恩典的计划 所以过程中起起伏伏 上上下下 都是为了我们更加成熟而已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状况怎么样 我们可能有人在生病的 有人在关系上面 或者是有人在财务上面有挑战 我想鼓励各位 不要害怕 因为这位恩典的神 祂正在使我们更加成熟 我有很多的经历 我在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 其实有很辛苦的 但是神就一直给我们恩典 让我越加的成熟 我个人的成长 都是跟在苦难里面学习到 我学习比较快 都是我遇见状况之后 然后我回到神的面前 我就被提升了 然后很多次 我也经历到 我没有力量的时候 神的恩典 复辟在我身上 使我有能力 使我可以得胜 很多次 我经历到 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恩典 充满我 以至于福悲满意 使我周遭人 因着我蒙福 你知道连讲道都是恩典 很多时候 我在讲道的时候 有时候我没有信心这个信息 很奇怪 我都觉得我没有预备很好 但是很妙 你知道吗 我这段时间 应该说这么长段时间 我越来越明白 你什么时候把你的手伸回来 神的手就越多的伸出去 你什么时候让你自己 钉死在十架上 神的恩典就复辟在你身上 我有很多次 竹梵不及被宰 我在讲道的时候 觉得奇怪 怎么有突然这种想法 怎么有这种观念 神的能力跟恩典 复辟在我身上 我突然有一个新的开启 然后那个 我觉得很糟糕的信息 就好多人给我feedback 说牧师 那个信息 我得到很大的帮助 然后有很多次 我觉得我预备很好 结果我都觉得 好像没有人听得懂 我在讲什么 感谢主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在学习 让恩典的神充满我 让我成为那个杯子 让他的恩典福杯满意在我身上 在圣经故事里面 耶稣讲到一个人 我觉得非常的 令我感动 就是沙盖 沙盖是一个 遇见恩典的人 你知道沙盖之后 做了什么事吗 你们知道沙盖是谁吗 他是税吏 他是税吏长 税吏长就是 最有钱的那个贪官污吏 对 拿钱的 这边有没有 在税圈去工作的人 我们不是说你们 是那个时候的税吏 是大家讨厌的 结果耶稣说 沙盖 因为沙盖想看耶稣 因为他比较矮 所以他就跑到树上去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 那个耶利哥城 现在那边有一棵树 叫沙盖树 变成观光景点 根本没有人知道 是不是那棵树 我觉得他们会做生意 这个是沙盖的树 然后就变成观光景点 大家都要去看那棵树 那棵树现在长很高 沙盖跑到树上去看耶稣 因为他想看耶稣是谁 结果耶稣就说 沙盖下来 我今天要去你家 这个是惊天动地的事 因为没有人想去税吏家 你不会想去一个 大家都讨厌的人家里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人 你很讨厌的 大家说你要去他家 大家都瞧不起的 沙盖就那个人 结果耶稣就去了 然后沙盖做了一件事情 他说他要把所有 他额诈来的钱都还给人家 然后他要四倍奉还给他们 当然我们就可以知道 说沙盖赚多少钱 他财力很雄厚 他应该是很会投资 所以他还可以好几倍还给人家 我们能够还人家就不容易了 他好几倍还给人家 所以沙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当然我看到一件事 什么叫恩典 恩典就是让我们产生一种 想要跟人家分享的一种主动性 上帝分赐恩典给我们 他不会逼我们 但是真正在恩典里面生活的人 他会福悲满意 就是一个成圣的人 就是说越来越有圣洁样貌的人 他一定会像沙盖一样说 好我想要为我的主做一些什么 沙盖就是这样 他没有被要求 耶稣没有说我来人家吃饭 给我个面子吧 就把钱退给人 他都没有讲 耶稣就是与他同在 所以当这位恩典的神 真的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其实你都不需要被说什么 被教什么 被规定什么 你就会做出恩典的回应 这是我幕会一个很重要的哲学 我很讨厌安排人 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这个 因为我认为 如果你们真的这么爱这位耶稣 你应该会想到比我更多的 比如说你现在爱一个人 你会期待你安排那个人 叫你做什么做 问姐妹好了 姐妹最喜欢说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谁知道你在想什么 姐妹都有病 然后有时候我之前跟他在吵架 他就突然不跟我讲话 我说你到底怎么样 原来是有一件事情 他期待我做我没做 然后讲了半天 你去叫我做就好了 那你不会想一下说 我需要那个 我怎么知道 我不是上帝 对不对 姐妹很奇怪 但我反过来好不好 如果今天 你的弟兄每次跟你讲 你要这个 你要这个 因为我希望你爱我 所以你要这样这样这样 你愿意吗 你不愿意的 但是你会愿意怎么样 他因为很爱你 我就会想说 那我今天要做什么 让你满意吗 这就是真正爱的关系 恩典也是这样 如果你是一个 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领受过神的爱的人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 一直被要求 这个这个这个 你满意这种信仰生活吗 我是不满意的 所以我在幕会的时候 我嫌少要求 弟兄姐妹做什么 因为我认为 真正跟随主的人 就是真正在成圣路上 活在恩典的节奏里面的人 他总是会很主动 像杀该一样 不只是杀该啊 我再讲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叫彼得 对不对 彼得是一个绝对的失败者 他本来跟随主非常嚣张 我一定会跟你跟到底的 结果耶稣被钉施加那天 我觉得他已经人之一尽 他已经跟到大祭司家里面 最后被认出来说 你是那个加利利奈党的人 他说我不是我不是 他怎么被认出来 你都不知道 他口音啊 对不对 你台中人喔 对啊 台中人 高雄人 你是不是高雄人 这不是耶 你是怎么 你看我没去 你 高雄人 台南人 我们都有一个Q嘛 对不对 加利利利有一个Q啊 那个Q其实在那个时候 是乡下人的Q 他在讲话 你是加利利那一党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他就跑掉了 三次不认主 基教也先 三次不认主 绝对的失败者 那个时候彼得像什么 就像那个浪子一样 没有脸再去见老父亲了 彼得已经没有脸 再见他的主 所以他找了其他六个弟兄 其实彼得是天真的领袖 你看他失败 带了一群人跑走 你知道吗 那六个人跟着他 因为他是老大 他说 我们这样怎么办 因为彼得他们以前想象 是要跟耶稣推翻罗马政府 他们想象那个耶稣 是要做王的 他想象耶稣是政治人物 他们的想象是这样 他说 是呀 推翻罗马无望 主星被杀死了 而且我三次不认他 有过丢脸 绝对的失败者 躲到哪里去 加利利去 那时候彼得像什么 像浪子 不敢见主 与诸真实 彼得就在非常大的自责 非常大的困境里面 捕鱼 都没捕到 最后是谁 叫他们捕到了 耶稣在岸边 耶稣还 帮他们做早餐 感谢主 耶稣在岸边 恢复了彼得 那就是恩典 之后的彼得 你看到那个彼得 他变什么样子 他没有太多大话 真正在主里的 有恩典的人 都不会像血气的那个人 那么大话 扎扎实实的 完成上帝的托福 你看到使徒行传的彼得 跟释福音 描写的彼得 是完全改变 为什么我们需要恩典 如果我们不活在恩典中 你就是借着自己的血气 想要完成一个基督教的要求 那叫律法主义 这位上帝是恩典的神 他使浪子有路 可回到父的怀中 他使那些浪子 原本失败者 原本自责 无望破碎的 被恢复 然后他们产生极大的动力 无论是撒该也好 无论是彼得也好 无论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也好 你知道撒玛利亚的妇人 建立了第一个撒玛利亚的教会 他回去传扬福音 你知道撒玛利亚的妇人 那个教堂现在还在吗 我去过喝过那个水 那口井就在那里 我喝过那个水 一个被撒玛利亚社群 唾弃的女人 被恩典的主恢复 彼得是如此 保罗也是如此 保罗也进入到 那个浪子的路里面去 在大马士革的路上 眼睛都瞎了 他才发现说 原来我攻击的耶稣是主 不敢见他丢脸 也看不见 神恢复了他 透过一个非常非常 奇妙的人叫亚拿内亚 就出现一次为他祷告 他被光照了 所有活在恩典 成圣路上的人 最后会产生一个 福贝满意的生命 彼得成为福贝满意的 保罗成为福贝满意的 约翰成为福贝满意的 历世历代的基督徒 在恩典中 慢慢地被修剪 成熟 无论他遇见的是顺境逆境 恩典复辟在我们身上 因为基督就是那位恩典的主 祂是赐恩典跟真理 所以这位上帝的恩典 包含了生命的恩典 救赎恩典 并且使我们成神的恩典 我有非常多例子 我自己也是一直在这过程中 被提升 成为一个 我真的很感谢主 上帝可以使用我 我这个杯可能只有50cc 不像保罗他们的都500cc的 但是我就成为那个器皿 可以让神的恩典 从我身上满意出来 所以你们必须领受这个恩典 那怎么领受呢 我们要如何持续领受神的恩典呢 第一个 相信神永恒的爱 罗马书八章39节一起来读 是高处的 是深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 你要相信这位恩典的主 是永远爱你的 祂是永远爱你的 不管你现在情况如何 不管你 你甚至觉得你已经是浪子 甚至你觉得你是那个 撒玛利亚 那个不检点的女人 甚至你觉得你就是一个 背叛主的人 甚至你觉得你就是那个 迫害上帝的人 这位天父都在那个高处 看着你说 我在等你回来 我永远爱你 上帝的爱是不会改变的 我要鼓励各位 我最近一直在体会这个事情 你知道我觉得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不是我们可以讲什么 教会有什么策略 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没有办法 真正的一直保持那个 爱上帝 领受爱的流通的管道 你要相信这件事情 你知道基督徒 如果没有与上帝的爱连结 我们就像一个水龙头 然后插在一个沙土里面 企图伸出水来 很痛苦的 你不觉得吗 然后我们因为伸不出水来 我们就一直在研究说 那是不是我这个解禁有问题 那是不是教会策略有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每一个人是一个水龙头 或者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水龙头 我们都已经被20K斤打造了 而且已经是全自动的 你手一伸它就开始启动 就是没有水 我们不断升级进化 这么多年来 2000年来教会一直努力的 要让教会的系统也好 神学也好 解经也好 我们各样的教导 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进化 但是就是没有任何的水从 水龙头流出来 你先想看你是不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很多 但是我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恩典 祂的供应祂的祝福 我像一个枯干的水井 我像一个生不出水的水龙头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与神的爱相连 你要如何让水 水龙头有水 你要如何做 没有错 水管接到哪里 接到哪里 接到水塔 水库里面去 这个接水管的过程 这个接水管 那个水管 就是耶稣基督 唯有让那个正确水管接上了 上帝的爱才会流烫出来 恩典就会不断的涌流下来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要如何领受上帝的恩典 你必须相信上帝的爱是无条件 祂正在等候你 不管你现在状况如何 不管甚至你可能刚刚才犯罪 甚至你可能做了很多 你觉得无法面对上帝 面对人的事 记得当你在回转归向主的 那个过程中 天父已经在那里等候你 祂会用祂的爱完全的拥抱你 第二件事情 宣告神的恩典够用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 一起来读 祂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能力复辟 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复辟里面 你知道当基督不是靠你自己 基督是恩典真理的那个箱子 回去基督里面打开 在工作上面 你可能预先挑战 你一定要认真工作 但是有时候就是会卡住 怎么办 回到那个基督的同在里面 夫妻关系也是 我们这边结婚的都很清楚 真的随时要撤都很想撤 真的到底有什么 有时候夫妻关系就是很紧绷 很冷淡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 回到基督面前 什么时候才有路 承认自己软弱 承认自己 我在带领教的时候 我常常都觉得我很软弱 我都常跟我同工说 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适合带领教会 我的个性其实很奇怪 对不对 我干嘛 没有必要这样子搞教会 但是好像上帝又没有放我走 所以我常常就求生主 求你帮助我 我跟各位很成熟 很多时候我在做决策 我是很担心的 这样做吗 根本没有教会这样做 比如说最近 Petra Training 哪有教会在搞健身的 而且一般传统教会 根本觉得这个臭皮囊 没了就没了 还见什么身 我们灵魂 就好 灵魂之后 就 这个身体的败坏 一点 都不需要贯注 不会 不会使坏的食物劳力 因为 不会使坏在天上的劳力 我从小就听这些老人家讲这些有的没的 然后 很会讲 真的 这个身体没什么 然后 一感冒 弟兄 带我去看医院 不是没什么 走死 走 买一些 工 工度的时候 工 工的 一点点感冒 弟兄 带我去看医生 真的没什么 就给死就好 对不对 身体很重要 注意 我那时候在想 谁会搞一个健身房教会 但我想 我左思右想 这件事情完全没毛病 对不对 身体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你没有身体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回到新约去 我们每一个人 在那边基本上都是没有用的人 你知道吗 因为主耶稣要走遍加利利 你看看 你从那边走到台东车站 你就爱白叫母 那个时候的人都强壮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 在希腊跟罗马文化 他们非常强调身体的强壮 你看 希腊跟罗马的雕像 男人都长什么样子 都长这样子 好不好 所以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健身 所以他们才会说 你们要操练进钱 因为操练进钱 凡事都有益处 操练身体 益处是短少的 因为当时的男人女人 都很注意身体的强壮 不是我们现代的观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身体烂得要死 身体不重要 他们身体都有六七十分的水准 我们四十分都没有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你要知道人家背景是什么 他们在讲是什么意思 我们那个解经都随便乱讲 因为我们是文人的八股旗 大部分我们国家的领袖 包括教育领袖 都是输呆子 身体都不好 所以讲你看可以不用运动 你看圣经讲说不用运动 可是你要想 希腊罗马人都很爱运动 所以他们已经过头了 他才要这样把他平衡回来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开放让你们挑战 这个经文你们去查 我在讲什么 我在做决策我会怕 我说主啊 我做错了 你要教导我 感谢主啊 这教会现在很好 吸引很多 很爱健身的 很多很爱 很多健身网红还去参加 他们在那边聚会 都是一些很会健身的人 而且都是 有些甚至是在健身界 很有名的人 他们在那边聚会 礼拜六聚会 健身网 他们的敬拜是什么 你知道吗 敬拜就是先运动三十分钟 然后气喘吁吁 在伸展的时候 Christmas就开始讲道 你也跑不了 因为你要伸展 变成一个新的 我觉得很好 我在讲什么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弟兄姐妹 我要结束了 上帝是赐恩典的上帝 祂已经从祂的宇宙万物创造 跟祂的存在说明 祂是给恩典的 雅各苏告诉我们说 祂是众光之父 一切美善的恩赐 全辈的赏赐 都是从谁来的 从祂来的 祂不会吝啬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 祂既然都把祂的儿子给我们 祂难道不会白白的 把所有一切给我们吗 你了解我意思吗 当祂愿意把耶稣给我们的时候 就是把所有给我们 但是你要先从 救赎的恩典里面来领受 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信耶稣的 你要先从这个恩典来领受 你要领受耶稣的拯救 恢复你的身份 然后我们成为基督徒的 各位 我们要天天相信祂爱我们 天天宣告祂的恩典给我们用 最后我们在我们的团体里面 我们一定要学习 饶恕恩典的眼光 我们来读神的话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一个真正有恩典的人 比较容易放得下 我们当中有很多 包括可能现在看网络的 我们常常放不下一些人 放不下一些事情 放不下一些执着 我用执着当然比较佛教用语 但是我觉得其实 基督徒很容易执着 比如说有一些意识形态 比如说有一些解经的路数 你就觉得你才是对 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基督教太绝对了 我不是说没有绝对的真理 绝对有 上帝是真理 但是每一个人在诠释真理 都会有不同的味道跟风味 这个世界很大 我觉得我们要很谨慎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 抓在你心里面 你恨一个人 讨厌一个人 讨厌一个东西 那些东西都会限制你 领受神的恩典 你要饶恕别人 因为天父说你不饶恕别人 上帝不会饶恕你 简单说 你要相信神爱 接上水塔 同意 对不对 实时的领受宣告神的恩典 常常要检查 有没有塞住 如果你不饶恕 就如同你的水龙头的 最后末端塞住了 一样水下不来 一个在神恩典里面的人 他知道上帝是赐恩典的神 他拯救了我 他每天给我恩典 所以我必须成为一个 分享恩典的人 而分享恩典最大的拦阻 就是不饶恕的心 弟兄姐妹我提醒你们 我们的原生家庭 有一些事情该放下了 有一些弟兄姐妹的恩怨 该放下 有一些人跟你的意识形态不同 该放下 我们要常常怎么样 以恩慈相待 纯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因为人生就这么短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在神的恩典的道路上 前进呢 我们可不可以在一起 持续的往前走 彼此都给彼此恩典的眼光呢 你想想看 活力这个座结束 如果我们是彼得 如果今天你做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你得罪神 你希望上帝怎么处置你 直接把你丢到火壶里面吗 当然火壶现在还没开幕 我是比喻 还是你希望 你的主来主早上给你吃 把你喂饱之后就问你说 志诚你还爱我吗 你希望怎么样被对待 很奇怪一件事情 我们都希望神这样对待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这样去对待我们旁边的人 那些人不就是我们的兄弟吗 那些人不就是天父所爱的 那些人不就是我们应该爱的吗 很多时候我们又变成大儿子 我们可以被神爱 但是你不被 这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 可惜让我们无法领受 更多神恩典的关键 我愿上帝祝福我们 这个教会 活的教会 成为一个不断被上帝 成神恩典带领的教会 我们一定会遇见困难的 我们遇见挑战 那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主的恩典怎么样 够我们用 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家里面 我们要学习什么 彼此用恩典相待 彼此饶恕 好不好我们去低头祷告